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这是他就任17个月以来首次访华 在出发前马蒂斯表示此行要多听中方怎么说 相比于之前他对中国多有批评 怎么看他在态度上的转变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有独家解读 朝韩两国官员本月在多地就多个领域的事务接连举行会谈 如何评价朝韩双方为落实版门电宣言所进行的各项工作 韩美在朝鲜半岛军事活动保持克制 朝鲜也传出可能不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反美集会 如何看特机会后朝美关系的进展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带来全面观察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受外媒专访 对大陆极尽抹黑攻击之能事 叫嚣要联手世界各国来制约大陆 与此同时他又口口声声说 任内愿意和大陆领导人会面 因此被蓝营迷代表和台湾网友嘲讽为精神分裂 怎么看蔡英文一再抛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 他是要借此把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 彻底拉回所谓统独对决的战场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将龙李孔志为您深入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人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野心灵 选好赚六桂福 全国连锁 信任直选 本来も由六桂福珠宝居民播出 由国民好奶粉 名义奶粉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6号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三天的访华之旅 这是他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 在出行前 马蒂斯表示 自己此次访华旨在倾听中方对发展两国战略关系的意见 并与中方就彼此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 26号下午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行抵达北京 正式展开访华行程 在出行前 马蒂斯对随行媒体团表示 双方将就彼此的军事战略交换意见 探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确定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并继续保持对话 马蒂斯说 自己将充分听取中方对发展两国战略关系的意见 并阐述美方的看法 马蒂斯认为 中美在地区安全繁荣和自由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 除了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外 中美还可能就阿富汗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展开对话 26号下午 在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道 马蒂斯此访正值中美之间 在南海和贸易等问题上关系紧张之际 中方邀请马蒂斯在中美关系艰难敏感的时期访华 是否意在释放积极信号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 马蒂斯防长此访是双方早已商定的 双方将就两国两军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陆康强调 我们多次指出 中美两个大国建交40年来 各领域利益已高度融合 相互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 接触面也越来越大 两国关系在不同时期 不同领域出现一些情况都是难免的 关键是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双方都应本着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扩大合作 管控分歧的精神 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 我相信 只要双方都有这样的意愿 相向而行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接着话题我们来连线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杨希宇先生 马蒂斯在来中国之前 表示此行要多听中方怎么说 相比于之前他对中国多有批评 怎么看他态度上的转变呢 马蒂斯此行来华有两个大的背景 也是为什么马蒂斯上任一年多以来才访华 在其他的官员 包括前一段时间下台的国务卿访华 两个国务卿都访华 但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这么来的这么晚 包括这次访华 那么既是两个原因 也是两个背景 第一个原因或者第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呢 中美关系开始趋稳 但是有一条 两军关系实际上趋于复杂 尤其是在美国搅居南海 又日益插手台湾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以军事交流为杠杆 来插手台湾的时候呢 那么两军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也越来越复杂和敏感 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 马蒂斯接了一个上任政府 就是奥巴马政府尚未完成的任务 就是要不要把这个亚太战略 改成印太战略 要不要把美国的亚太司令部 改成这个印太司令部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改名字的问题 也不是说他的太平洋的部队 要扩大范围的问题 要从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 而更重要的在于就是说 美国对这个地区 无论是地理上地缘上 还是战略上 都要有一个重新界定 那么到了奥巴马下台 结束任期 这个战略的规划和重新思考 仍然没有结束 因此到了这个 马蒂斯接手国防部之后呢 开始继续研究和推进这个 亚太向印太转变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都知道前不久呢 就是特朗普政府 这个正式的把亚太总部 变成印太总部 这个马蒂斯本人也在 专门在这个太总改名的时候呢 还到场致辞 也就是说呢 美国特别是美军 到现在呢 是完成了从亚太到印太的这种规划 在这个背景下呢 他才能够从新的战略背景下 同中国来谈两军交流关系 因此呢 一方面呢 是中美两军关系 日益复杂和敏感 另一方面呢 美军在这个地区的 整个的军事战略 也在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整合 那么初步告一段落之后 他才来到了 才进行了这次访华 那么前段呢 事实上呢 马蒂斯通过隔空喊话 已经对中国包括中国军方 进行了多加指责 因此这一次呢 他不得不放低身段 一方面呢 是要多听中方 使自己了解中方 怎么想怎么说 另一方面呢 实际上也是在前一段 隔空喊话 隔空放炮的基础上呢 在听到中方的反应之后呢 有利于两方 就是中美两国军方呢 进行深入的 进一步的具体交流 因此总的讲 这一次访华背景复杂 但是他的访华的意义 应该说呢 是很大的 好的 谢谢杨旭宇先生 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跟您连线 下面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自4月27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 板门店宣言之后 韩朝两国关系迅速迈入正轨 双方官员本月在多地 就多个领域的事务 接连举行会谈 据当地媒体报道 韩朝铁路合作小组会谈 今天上午10点在板门店举行 韩方首席代表 国土交通部第二次官 金正烈赴会前表示 韩朝将充分交换意见 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双方有望商议联合开展 对朝鲜铁路的摸底调查 和现代化项目联合调研方案 报道指出 这是韩朝时隔10年多 开会讨论交通线路事务 此前一天 韩国和朝鲜在韩方一侧的 韩朝出入境事务所 举行了大校级军事部门实务接触 就尽早恢复 韩朝军事通信线路达成一致 据韩国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 双方商定 首先将采取必要措施 使半岛西部海域的军事通信线路 能够正常使用 双方还决定 继续通过书面协商的方式 就与恢复通信线路相关的 实务问题进行讨论 截止目前 朝韩双方已通过多场会谈 讨论了缓解军事紧张 体育交流 人道主义问题等事宜 有韩国经济界人士近日表示 希望能借近期半岛回暖之势 朝韩双方除了能够尽快恢复原有的经济合作项目 还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开发等领域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除了韩朝关系获得积极进展之外 朝美关系也出现了更多回暖迹象 据韩国媒体报道 预计本周朝鲜将归还朝鲜战争美军阵亡士兵遗骸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或以此为契机访问朝鲜 正式展开朝美双方签署朝美联合文件之后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后续工作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 目前共有六位美方人士停留在平壤 为蓬佩奥访问平壤做准备 此外有美媒报道称 在平壤的美联社员工25号证实 朝鲜已经决定今年不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朝鲜战争爆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集会 往年该集会通常持续一个月 并在7月27号达到高潮 朝鲜把这一天作为全国节日庆祝 被称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另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韩美两国国防部23号正式宣布 将停止原计划于未来三个月举行的两项海军陆战队军事演习 此外 韩国国防部还取消了原计划从6月26号开始进行的韩军单独军演太极演习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评论员杨希宇先生 韩朝在6月份这一个月内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密集接触 您如何评价截至目前韩朝双方为落实板门店宣言所进行的各项工作 这一个月的密集的会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的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促进半岛的这个和平稳定 起到了一个压仓石的作用 因为半岛能不能和平能不能稳定呢 根本上是取决于南北双方 而不是美朝双方 当南北作为半岛的主人下决心都下决心相向而行 共同合作的时候 那么这个半岛的和平就有了保障 那么主持人讲到这一个月尤其密集呢 那就产生了第二个影响 就是说南北双方加强对话不仅促进了整个半岛的和平稳定 而且呢对于南北关系加深交流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7号的版面宣言 这个宣言里边呢不仅规定了南北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 而且还有非常详细的 而且范围广泛的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那么在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而扎实的宣言基础上 双方现在展开的谈判呢 就显得非常的务实 那么这样广泛的谈判 特别是这个月的谈判呢 不仅对于改善双方的这个气氛和关系 而且对于接下来的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呢 起到了一个铺路石的作用 我们看到近日美韩又宣布暂停两项联合军演 而外传朝鲜方面可能取消一年一度的反美集会 您如何看特经会之后到现在朝美关系的进展 为什么今年朝鲜在这个六月份停止了这个叫反美斗争月 它每年一度每年一年一度要搞反美斗争月 但是今年呢不仅没有搞 而且呢还集中收集整理了一大批朝鲜战争中的美军遗孩 那么准备在这个月呢就交还美方 而且朝鲜的官方媒体呢也在努力的宣传呢 朝鲜要开启这个和平稳定的新时代 要同美国呢改善关系 而从美国的角度呢 刚才主任讲到了不仅呢就是有一些军演的暂停 而且呢美国在调门上也开始在调整 因此这样的一个积极互动本身呢 就为接下来要展开的朝美高级别会谈呢 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气氛 那么从短期看朝美之间在去核化问题上 我们期待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成果 但是我们都知道朝美关系这个对立到现在呢 那是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一日到现在 美朝一直处在敌对状态 因此从这个短期虽然朝美谈判会取得积极成果 但是从中长期看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好的谢谢杨绪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受外媒专访 对大陆极近抹黑攻击之能事 叫嚣要联手世界各国来制约大陆 与此同时她又口口声声说 任内愿意和大陆领导人会面 因此被蓝英民意代表和台湾网友嘲讽为精神分裂 怎么看蔡英文一再抛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 她是要借此把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 彻底拉回所谓统独对决的战场呢 台湾时日评论员唐湘龙 李孔志会有声音进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吴谢清零 欢迎您继续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5号接受外媒专访 通篇用中国来指称大陆 对大陆极尽抹黑攻击之能事 叫嚣要联手世界各国来制约大陆 在黑完大陆之后 蔡英文又称她任内愿意和大陆领导人会面 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 被蓝英民意代表和台湾网友嘲讽为精神分裂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25号上午接受法刑社专访 凡是提到大陆均不说中国大陆 而以中国来称呼 她述读网称大陆对台湾持续打压 叫嚣要联合世界各国制约大陆 我们就必须要共同的对中国产生一个压力 蔡英文在对大陆极力点损抹黑攻击之后 话锋一转又称愿意和大陆领导人会面 我当然希望就是在我任内双方能够有机会坐下来谈 蔡英文的策略是拉美国日本去对抗中国大陆 以她目前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这个几率就算不是李也接受于领 对于蔡英文专访中的种种表态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李燕秀痛骂 蔡英文简直就是精神分裂 不少台湾网友支持李燕秀的说法 认为应该把蔡英文送到精神病院 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孙大千 26号也在脸书发文质问蔡英文 你觉得两岸关系还不够坏吗 你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梁子 结的还不够深吗 你不把台湾往死里整就是不甘心吗 这样的情形 你想对岸怎么可能会跟你谈 第二个他跟你谈什么 第三个你有什么条件去跟人家谈 合作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承认你是中国人 承认你是中国人 两岸之间要合作太容易了 但是你不承认的话 两岸要合作太难 就以上话题我们的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主持人我们首先感谢 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我们要来关注是蔡英文接受 法新社专访的相关消息 我们要关注一个细节 就是自今年的五月份以来 蔡英文凡是有提到大陆方面 都不再是称呼中国大陆 而是改称为中国 我们来看在这一次 受法新社的专访的时候 也是如此 并且还更变本加厉 通篇都是充斥的 像是台湾跟中国并列在一起 进行相关论述的 并且还一再的妄称 所谓的中国持续打压台湾 等等的这样子的表述 那么这种赤裸裸的 所谓的两国论 或者是一边一国的相关的表述方式 应当如何来看待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唐湘龙 唐先生 刚刚主角问到重点 你看到他从今年五月之后呢 他的表述的方式 其实已经改变了 那个是一个态度上的重大的转变 五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五月以后当然我们看到 包括了这个就像多米尼加的断交 让他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他失去了四个友谊方 对于蔡英文来讲 伤害当然很大 五月以后还发生了什么事 五月以后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现在呢非常的非常的痛苦的就是 一方面选举启动了 选举启动了之后呢 许多的独派团的团体呢 就开始借着借着选举的舞台 那以公投为名 开始呢操作许多的声率独派的议题 包括呢要用台湾之名啦参加呢 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啦 那现在有人提呢要禁止在台湾的内部呢 悬挂呢五星旗啦等等不一而组 基本上面独派的气焰现在是非常强的 蔡英文她不可能不去回应这些独派的气焰 尤其当你现在看到 当她自称台湾 那称对岸呢称中国的时候 这种中国台湾的对称性的称呼 其实它是不是完全回到了 过去陈水扁时代 所谓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那是标准的独派论 我个人来看 其实陈述的内容跟过去两年来 她在历次接受专访 或者她在正式的宣告里面 内容大概不出太大的差别啦 可是她重点只是在凸显了三件事情 一 她想在歪曲事实推责她人 譬如她说中国正在试图改变现状 把这样的改变现状责任 完全推给中国大陆 各位 到底谁在改变现状 谁不接受从马英九政府以来的九二共事 从她上任以来 取消姚继南京中山林 那么立刻废除了马英九时期的客纲为条 拆除了故宫南院的十二授手 太多了 说不完的这些 这一些所谓去中国化的一些作为 到底谁在试图改变现状 可以看得出来 她就想把责任推给中国大陆 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她的内容 谈话内容里面主要还反映出来 她希望能够制造一些偏见 来影响一般人的认知 这一般人当然包含了台湾人 那么特别她在通篇内容里面 我们一再提到中国大陆在扩权扩张的概念 各位两岸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吗 两岸之间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内政问题 她希望用这样的问题影响台湾民众认为 就理所当然的认知 台湾跟中国大陆就是两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是她很想达到的目的 第三个我觉得 蔡英文更想做的是把两岸问题国际化 因为她想要挑起国际的情绪 让大家觉得中国崛起是一个噩梦 是一个可怕的遭遇 所以把两岸问题两岸关系复杂化 两岸问题国际化 就是蔡英文接受专访的最大的用意跟目的 在整个的专访当中的话 在很大一部分蔡英文用了很大的篇幅 使用了很多的贬义词 去对于大陆方面的发展进行抹黑和攻击 但是接下来蔡英文她提出说 我很乐意而且也有责任 对于对岸领导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并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是在整篇的专访当中 唯一一次没有使用中国来称呼大陆方面 对应我们刚刚第一题我们有提到的 蔡英文这样子一边又在对于大陆进行抹黑 一边又表示说希望来谈一谈的态度 马上就被岛内的民意代表 直接是批评成为了叫精神分裂 我们要请教一下李孔之李教授 您是如何来判断的 我认真地查了医学上对精神分裂的定义 他说表现出来症状是一种幻觉妄想 那么一种思考的障碍 情绪的障碍跟行为的障碍 他有一个综合出来的表现的行为就是 对于那种不合现实的推论结果 坚信不疑 不论你提出怎么样的证据来跟他解释 说明始终是说服不了他了 从这来看看民进党蔡英文 他们一贯的意识形态作为 好像就是如此 所以好像用这个精神分裂来解释 来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作为 似乎有点恰当 那么我认为他讲这句话除了表现出 他当然多么期盼 在这样一个他无法扭转 这样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他多么期盼能跟中国大陆领导人见上一面 因为这代表意义是无穷的大的 为什么 因为代表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也能够跟马英九一样 能够跟中国大陆领导人坐在一起 谈一谈两岸的未来 让他解了套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他多么期盼的事情 我相信蔡英文心里面 大概把这当作他的一个大梦 所以看这个情况来说 蔡英文死不悔改 死不回头 看起来是吃了衬托铁的心 可是他又很希望 很期盼 在他自己能加分的 能够跟大陆领导人见面 这件事情上面 沾了一些便宜 所以就形成了 我们看到那种精神分裂的状况 好 我们谢谢李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好 我们回过头来 蔡英文这次接受法庭社的专访 通常来讲 政治人物接受大型媒体专访 一定是有安排有规划 甚至包括说这样子 整个放出来的时间 都是有相关的考量的 我们来梳理一下 近期的民进党方面的一些动作 首先的话 我们知道在前两天节目当中 我们一直提到就是陈局 陈局在上周末的时候 借由姚文志的造势场合 喊出来了所谓叫925共识 那个是上周末的事情 马上在本周一 蔡英文自己 本周一二的话 蔡英文自己接受法庭社专访 又有相关的表态和论述 我们要和唐强荣 唐先生 一起来探讨一下 蔡英文接受这样一个访问 蔡英文放出这样的消息 蔡英文做这样的表态 他为的是什么 具体选举150天的时候 谈925共识 你认为他在诉求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选举上面 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政治诉求 他在诉求深绿的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看到民进党提名的 征召的台北市场候选人 姚文智 上个周末的第一场的造势的时候 所有去挺他的 包括陈菊 包括姚文智本人 讲话的时候 全部都是把他推到一个 统独对决的一个架构上面 其他的几乎谈不出什么 所有人能够谈的 几乎在一个地方选举当中 大谈统独 当然稍微理智会觉得你很蠢 在台北市谈统独 你不知道姚文智死吗 可是他显然只是借着 姚文智的这个台子 他要去宣泄某种的政治能量 而这个政治能量就是 即使这次是一个地方选举 但是他仍然要把两岸的议题 要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 他要干什么 民进党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他中间选民 已经完全的跑掉了 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巩固基本盘 他要把基本盘的激情 再叫出来 那只要巩固基本盘之后 他选完了之后 不至于太难看 好 我们谢谢唐先生的分析一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航格福州演博士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议员鼓吹所谓台美军舰护访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 副助理国务卿 柯庆生却认为 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得不偿失 详细内容一段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谢清林 选好钻 六桂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来我们由六桂符珠宝 居民播出 我们继续关注岛内新闻 近来美国国会当中 部分所谓有台派议员 不断叫嚣 要加强所谓美台军事联系 甚至鼓吹美台军舰互访 但日前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给这帮人和台当局泼了一盆冷水 他认为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没啥意义 得不偿失 据台湾媒体26号报道 华盛顿智库使听声中心 25号举办以谈论海峡两岸情势为主题的论坛 对于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9残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内容涉及评估所谓美台军舰互防可能性 美军参与适当的台湾军演等 曾在小布什任内担任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表示 我反对这件事 柯庆生称他不明白为何美国军舰要访问台湾的港口 他表示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并没有带来任何军事方面的好处 甚至可能提升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这不值得 这纯粹属于象征性 但几乎确定会导致中国大陆的负面反应 对台湾安全而言更糟而不是更好 对于美国国会部分所谓有台议员频繁打台湾牌 想要和台当局加强军事联系 国台办发言人屡次在记者会中回应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更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 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发展军事关系 美方人士应该充分认识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不要做损害中美关系大局的事情 为了推动所谓的台建台造等军备制造项目 蔡当局现在又想出一招 结合民间厂商推出新装备 让卫浴设备厂商做防弹装备 让保修车厂推出多角度的工程倾泻车 不过台湾媒体却不看好 指出台湾制造武器对台海和平有损无益 子弹击中抗弹板 中心被打出一个大洞但没有被贯穿 抗弹板用的是陶瓷的材质 就跟卫浴设备一样 号称比钢板更轻 而且没有生锈疑虑 宣称已经具备了军备研发能力的卫浴厂商还说 相关技术已经运用在台军常见的 云豹装甲车的枪塔防弹板上 子弹打来的时候 用陶瓷的硬度摧毁弹尖 它牺牲效果完成大火 模组化的设计是因为这样 你这个换就模组化可以换 另外台湾第一台多角度倾泻工程车也公开亮相 号称可以把重达26吨物资卸下 台军方认为 这些技术搭着所谓台建台造的顺风车 要应用在新式两栖运输件上 如果碰到空间狭小 我的土必须要往左边请的时候 我不用回头 我立刻就可以往左边请 或立刻往右边请 工作也加快 基本上也是更安全的 蔡当局上台后 积极推动台建台造计划 他们对台湾的武器研发能力充满信心 但却遭现实一次次打脸 在此前的汉光演习期间 被台军方寄予厚望 由专业军工企业研发的万箭弹 在进行发射时 因为弹翼未正常展开 导致弹体滚转失去控制 最终不得不自行引爆 同时海间二号防空导弹 也在试射中出现故障 导弹居然点火后 无法离开发射箱 对此 有台湾媒体评论指出 台湾自造或购买武器 只能浪费纳税人钱财 升高两岸紧张关系 对台海和平有损无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往后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谢清凌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拜会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王金平时 说蔡英文被太后和太子绑架 柯文哲口中的 所谓太后和太子指的是谁呢 引发外界讨论 朋友要多敌人要少 然后是我要去征集 就据路上 想要朋友多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上周二 拜会王金平提到年底选举 就说选不上就回去当医生 还说蔡英文支持他 原本双方要合作 但遭到民进党新潮流反对 还说蔡英文被太后跟太子绑架 似乎在暗示 成局就是太后 而新潮流就是太子 跟他谈的内容不变多数 但是就只要 我们谈得很愉快 私底下聊天的话 不过转一手再转一手 我卡这个就太刮到 你有说太子太后吗 这个不要告诉你 太子是先朝流太后就成局吗 你是哪一台 才被王金平告诫 做人要诚信才能游走蓝绿之间 可问者面对媒体 左闪右躲扯开话题 不愿对两人会面内容多谈 但也不否认民进党有太后跟太子 每一个政党还是有他的派系问题 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就还是那句话 且战且走 把敌人标签化 并不是表示自己的选票就会增加 柯文哲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团队离职力过高 所以应该是跟成局学学 那我们并不是说有刻意去绑架谁 柯文哲说你被绑架 民进党自己人选后 柯文哲眼看得不到绿营关爱 似乎也有意透过私下放话 打乱离境党的团结牌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庆林 在福州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